辯方律師在裘程時說被告並沒有案底 已承認控罪避免受害少女要出庭 但法官認為案情嚴重決定判被告監禁16個月 案情指出32歲被告羅玉倫 在去年年初透過互聯網認識兩個15歲少女 之後分別以400元和1000元的獄金 和兩個少女發生性行為 警方去年派出女警做臥底 假扮門交少女接觸被告而揭發案件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